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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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看大家這個精神都非常好 想必昨天一定有非常好的議程 那今天晚上有那個lightning talk 一樣我跟你講 昨天我搶很久 請大家把握機會 好 廢話不多說 來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 我們是怎麼做一顆放肚軟體引擎 那今天呢 放肚軟體引擎 它主要是著重在兩個面向 第一個叫做偵測 那第二個叫做處理 偵測到了你要處理 然後呢 我們今天的簡報 主要是會放在偵測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呢 那個放肚軟體的這個偵測 它主要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機制 就是針對每一個檔案 它到底要怎麼樣去判定 它是不是有高風險的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好 那我叫坤玉 我叫坤玉 那這個是我的這個partner叫俊偉 來跟大家說 大家好 我是俊偉 他很害羞 他沒有女朋友 他只是在這裡幫他宣傳一下 那他等一下可以找我報名 好不好 好 那這個 我們的引擎呢 就叫做quark 那它其實是一個open source的一個專案 所以如果大家現在在Github上面打quark engine的話 其實就可以找到我們 那如果你在關鍵字你輸入malware analysis的話 我們是全球排名第14名 好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上去看看 好 好 然後呢 今天這個我們的outline 主要有分成四個部分 那首先呢 我就會介紹我們的這個 惡意程式的這個評分系統 也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背後的那一套判斷的機制 它是否為高風險的 有高風險的這個行為 再來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其實我們有設計的這個 一個叫做Android Delvick Bicoloader 那我們會在裡面呢 這個部分跟大家分享我們的設計邏輯 以及一些實作的細節 好 那我們都設計完了 有理論 然後也有實作 那第三個部分我們當然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是怎麼實際拿來做是分析二一程式的 所以我們會提供兩個分析案例 好 用我們的quark引擎 好 還有第四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做的東西其實都還是 處於一個比較早期的一些成果 那後面還有很多很重要的東西 還有很多好玩的事情要繼續做 也會跟大家的第四個部分分享 好 那首先我們來介紹這個 惡意程式的這個評分系統 好 那就像我們都知道 其實我剛剛有稍微跟大家提過 今天我們要判定一個惡意程式 它到底是不是惡意的 它其實背後呢是需要一些方法的 那這些方法呢其實 好不好就是它的準確率高不高 那其實呢如果你換個角度來想 它就是各家方多軟體的什麼 就是人家的商業機密 所以它怎麼可能會告訴你呢 那另外呢當然我們也有看到說 有一些學術論文上面也有講到這些東西 可是我們看完看去 我們都覺得太複雜 所以呢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我們就想要去創造一個 又簡單然後呢又雜實 然後我們把它視為挑戰 我們來試試看看能不能做出 我們符合我們理念的一個 評分機制 所以呢我們就想說好 那如果要怎麼樣才能夠做出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引擎呢 那很簡單就是我剛剛說的那些可以參考的 通通不要看 通通不要看呢 為什麼通通不要看 因為我們看 我們就會受到他們的這個思維 我們會跟著走 就是不要 背吧就是不要 這樣做會有風險 什麼風險 就是很有可能他們想過的 我們再想一次 我們再做一次 可是呢我們告訴我們自己說 沒關係啊 想過一次再做一次 那至少證明 就像牛頓發明了微積分 那我不去看微積分 然後我硬要想出來 跟他一樣的微積分一套道理 那我覺得我也蠻不錯的啊 好 扎扎實實的鍛鍊自己 所以呢 然後呢 假設我們不是重新發明輪子好了 那太棒了 那我們就做出一個全新的東西了 那很幸運 我覺得我們是後者 好 再來 那我們於是呢 因為我們這個領域就是資安領域 所以呢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不要從資安領域裡面的 一些素材去找靈感 我們就從哪裡找 其實也不知道 所以呢其實我們後來 有一次在運動的時候 我們就想到說這個法官 他要去判一個犯人 呃 要關幾年 不好意思 早餐吃太飽 要關幾年 要罰多少錢 要無期徒刑 還是要死刑 他背後呢其實是依據什麼 依據法律 那這個法律呢我們就挑到什麼 就發現 哇 刑事訴訟法 背後很有梗 那多有梗呢 我跟你講 我們就去把它背後把它拆開來 我們就開 背後拆解它的這個原則 比如說我們發現到說 他這個每一條罪 背後怎麼定義 它有它的原則 哪一條罪 又比哪一條罪重 它有它的原則 重多少 它有它的原則 什麼加重 它有它的原則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後來呢 我們現在就開始來介紹 我們一條一條的原則拆開 那當然呢有一些原則 它沒有那麼明顯 因為畢竟我們也不是讀法律的 但我們讀成這樣 我覺得我很棒棒 好 所以呢 我們後來有一些東西呢 我們先 我們主要 我們還是會依據法律的這個原則 來做 但是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會找到一個合理的原則 去替換它 好 所以呢 the principle number one 是什麼 他說 A malware crime consists of action and targets 其實這個非常的簡單 什麼意思 就是說呢 我們去解讀行事訴訟法 它的罪是怎麼定的 就是說它一定會有一個目標標的物 不管它是人 或者是物品 標的物 然後呢 你一定會針對這個標的物 去take action 好 不管你是去揍它 傷害它 搶它 什麼的 好 所以呢我們後來就發現到說 解構到最簡單的 其實它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就把它轉過來 二一城市也是一樣 它一定會有個標的物 它一定會有個action 就是這麼簡單 好 所以其實你看 轉成這個實際的案例 實際的案例就是說 它可能去搶盜嘛 偷錢嘛 或者是殺人嘛 kill people 那如果說是二一城市的話呢 它可能就是 偷取你的隱私資訊啊 photos 像我們這個 那個 久遠的那個 冠希哥 這個經驗很豐富 今天應該是 要feed它來的 好 還有呢就是什麼 銀行的帳戶的 那個帳密 可能會被偷嘛 好 這些其實就是 偷就是這個action Your banking account password 就是你的target 好 欸 第一條原則解構完畢了 而且也轉換完畢了 好 來 我們來看第二條 那我剛剛是不是有提到說 這個罪啊 哪一條 又比哪一條重 它是有原則的 於是呢 我們去解構形式訴訟法 我們發現到說 他們對於這個physical body 就是這個實體的 這個身體的這個傷害 的這個 這個 的這個 觸發 是比這個psychological 你精神上的傷害還要重呢 我們想說為什麼呢 我們後來就想說 啊 它背後可能 這樣的一條原則就是 哪一個東西是比較hard to recover 它就是felony felony就是重罪 好 所以呢 我們今天 我們就把它轉換成 二一層是這個地方 對手機的使用者 因為我們這邊是 舉android為例 它對使用者來說 哪一樣的傷害可能會比較重 我們就發現到說 我們就想說 這個loss of fame 會大於 loss of wealth 就是說 我們要回到冠希哥的例子 他今天 他花了那麼久 在演藝圈混 然後呢 取得一些好名聲的 一些成績 拍了好幾部電影 結果就因為這個燕照門 他就毀了 他的名聲很難能夠恢復 那 恢復名聲 跟他又再賺到一千萬 哪一個可能比較容易 可能是賺到一千萬比較容易 那個名聲就是一輩子 好 所以我們這裡呢 就讓principle number 2 我們設定 loss of fame 大於 loss of wealth 好 再來第三條 講到說 哪一條最比哪一條最重 那就是要講到重多少 好 那在這邊呢 其實啊 我們有去發現 我們不知道 我們解構不出這個原則 因為它沒有很明顯 我們不知道說它到底重多少 所以這邊我們做了一個很簡單的設計 我們就是讓它變成是等差數列 就是說我知道你比它重 那我們中間的差距是一樣的 我們就做了一個這麼簡單的設定 好 那第四條呢 其實這個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評分機制啊 最精彩的部分 接下來的456 它其實是一個系列 那是什麼 什麼系列呢 在這個刑事訴訟法裡面的第四章 有一個叫做犯罪行為階段論 也就是說呢 一條罪 它其實是有犯罪的階段的 它有五個階段 然後呢 我們就發現到說 在不同的階段 你被逮到的話 你會有不同的這個 這個處罰 好 那我們就來看 我們舉 這個就是五個階段 五個階段我們舉殺人罪來看 第一個階段叫做 Determined 就是我決定 我要殺這個人 我下定決心了 第二個呢 Conspiracy 就是陰謀 就比如說 我就找他說 欸幹 我覺得那個人很急 幹掉他 找個時間 看怎麼辦 第三個呢 preparation 我要去買武器啊 我可能要去買毒藥啊 什麼之類 第四個呢 就start 我們可能左手 開始去調配 就比如說 把毒藥包進去水餃裡面 然後開始煮了 第五個 practice 就是逼他 把他吃下去 好 所以這個是程度上的差別 好 那我們後來就發現到說 他其實也可以被轉成是 Android的這個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呢 就是說 他可能會去要 他要執行某一些行為的時候 他必須要申請到permission 好 request到那個permission 那第二個階段呢 他會去呼叫一些比較關鍵的 一些API 好 第三個階段呢 我們會去檢查 他是不是有一些關鍵API的組合 有出現 那第四個階段呢 就是說 這個組合 這個API可能兩個 這兩個呢 其實他會有順序的 你有沒有依照特定順序發生 如果有的話我們才算數 到第四階段我們才抓到 那第五階段呢 就我們會去判斷說 他是不是去處理同一個變數 所以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有一條行為 叫做把你的地理位置 透過簡訊送出去的話 那在第四階段呢 我們就會去看說 他是不是先要了你的地理位置 然後再送出去 這個順序我們會檢查得到 那第五個階段呢 handling the same register 什麼意思 就是我要確保 送出去的這個sms的data 是不是真的是這個location 好 所以呢我們1到5階段 我們後面的10座 我們也會跟大家分享 好 那這裡的話我們簡單 就是用了一張圖 就是說我們用了一張 類似像坐標圖 那x軸呢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到的五個階段 好 然後呢 y軸呢其實就是墜 所以說如果說你看這個 x5y1這個 就是說 y1這條罪 被我們抓到在第五階段 所有的罪行 我們通通都抓到了 也就是說 我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這條行為一定有發生 好 至少在程式碼裡面是這樣子 那 crime number 5 就是y5這條罪 它其實是被我們抓到第三階段 也就是說我們只有看到 certain combination of native API 就是特定API的組合有出現 可是到順序我們就沒辦法確認 所以我們的引擎呢 就是 有幾分證據 我們就說幾分話 好 他叫我快一點 那我快一點 好 那這條行為呢 到第五個原則呢 其實就是說 我們就發現到說 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越到後面的階段 我們就越能夠確定它發生 所以x2的權重呢 我們一定會比x1還要高 就這麼簡單 那第六條原則呢 就是說我們為了要凸顯 越到後面 我們越確定這條行為能夠發生 所以呢我們用等比幾數 來凸顯這個特質 好 那第七條原則呢 為了簡化 於是呢 我們設定A罪跟B罪之間 彼此是獨立事件 因為如果你不是獨立事件的話 你在行事訴訟法裡面 它會非常的複雜 好 那這邊呢 就是一個簡單去計算 我們怎麼加種 這個例子 那這個簡報呢 之後會放出來 現在已經有了 大家可以看到時間的關係 我就先跳過 好 那第八條呢 你算出權重分數之後呢 你要有個門檻值 這個門檻值 就是去判斷說 它到底是屬於哪一個 風險行為的這個 Level 那我們後來呢 就產生了一個 Threshold Generate System 因為我們不可能 隨便定一個數字 然後就跟你說 它超過60分 它就是高風險 我們的東西呢 是一個System 它是會動態的去變化的 好 那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就是把 每一條罪 所有的罪 在第一階段的 期望值 我們就把它設為是 門檻一 這個 對 門檻一 然後我們有五個門檻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 這樣的設定的方法呢 它其實不是完美 可是至少呢 我們有一個這個 很好的基礎 未來再去改良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有我們的 另外一位 俊偉 來跟大家介紹這個 我們的 Delphic Bicode Loader 設計邏輯 好 大家好 我是俊偉 那接下來呢 我會去介紹這個 我們垮客裡面的 這個 Delphic Bicode Loader 好 那這個 Delphic Bicode Loader 到底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 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這個 Android 2e行為階段論 的一個實作 那一樣 它也有五個階段 那前三個階段呢 我們可以透過 另外一個 Python的套件 叫做 Android Guard 來幫我們取得 完成前三個階段的檢查 那這個 Android Guard的 套件呢 它可以去幫你分析 一個App 它裡面到底要求了哪些權限 以及呢 它有呼叫了哪些API 那比較複雜的是到 第四階段 以及第五階段的檢查 這個部分 就沒有相關的套件 可以幫我們去做檢查 所以呢 我今天會主要去介紹 第四跟第五 他們是怎麼實作的 那在講到第四階段的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了解說 到底第四階段 我們要去做什麼事情 好 那在第四階段呢 我們就是要去找 這個兩個API 他們之間 到底有沒有按照 特定的順序去執行 舉例來說 假設今天有一個 惡意行為 它可能會是透過簡訊 然後傳送你的地理位置 那它首先呢 就必須在 你的程式碼裡面 去呼叫 這個 GetCellLocation 這個Android API 來去取得 使用者的地理位置 那接著 它會透過呼叫 SendTextMessage 然後透過這個API 把簡訊的內容 發送出去 那一般來說呢 其實在這些 Android的API呢 它都會透過 一些包裝的函數 然後來包裝這些 Android的API 那我們稱這些呼叫 Android API的上層函數 叫做 ParentFunction 那我們會透過一種方法 叫做CrossReference 去找到 它的上一層 上一層的ParentFunction 那同理 右邊一樣 我們會去找 GetCellLocation的ParentFunction 那以這個例子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 左邊它的 ParentFunction是 SendSms 那右邊呢 它的ParentFunction 是 GetLocation 那我們會再繼續往上找 找到 如果它沒有共同的 ParentFunction 那以這個例子來說 它就是SendMessage 那我們會稱這個 共同的ParentFunction 叫做 MutualParentFunction 那一旦我們去找到 這個MutualParentFunction之後呢 我們會把 我們會把這個MutualParentFunction 進行反主義 然後我們會取得 它裡面的這個 DelphiByCode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 在Android裡面的組合語言 接著呢 我們會去裡面去 去判斷說 到底 哪一個 函數 它是先被呼叫的 那以這個二異程式來說 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GetLocation 它是先被呼叫的 那接著呢 它在後面才呼叫了 SendSms 那當我們 我們想好這整個分析的方法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很意外的發現 就是我們的Quark Engine 居然可以去抵抗這個 程式碼混淆技術 那到底什麼是程式碼混淆技術呢 混淆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今天駭客 他們做了 做好了他們的二異程式 那他們會不希望自己的二異程式 會被別人分析 所以他們會透過混淆 這樣的技術 然後把它程式碼中的變數名稱 或者是函數名稱轉換為沒有意義的名稱 例如你可以看到 它可能一個函數名稱就叫K 或者是叫做F 所以你今天要去分析的時候 你可能不知道 這個函數名稱 它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但是因為呢 我們的引擎 其實是從最底層的Android API 去往上找 那Android API呢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 被程式碼混淆技術所混淆 所以透過這種特性呢 我們就可以一樣完成 我們在第四階段的檢查 那至於有沒有使用混淆 對我們的隱形都是沒有影響 那在第五階段的部分呢 我們就要去確認 這兩個API 它到底有沒有操作同一個暫存器 那這樣講可能有點不好理解 我用底下這張圖來解釋給大家聽 可以看到右手邊這個 前面有提到Guestial Location 它會去取得使用者的地理位置 那它可能會透過一個變數 去存取它的地理位置資料 假設是LocationData 那接著這個LocationData 它又被Send SendTextMessage 作為它的參數 也就是說 這個LocationData 會透過SendTextMessage 來發送它的地理位置 透過簡訊去發送它的地理位置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去做到 我們能夠分析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想了一個方法 我們就去模擬CPU 它在執行的時候 它是怎麼去知道 每一個暫存器它當時的內容 所以我們就想到說 CPU它在執行的時候 它就是一行接著一行去讀取 這些組合語言 我們就是會去取得 每一個暫存器 它當前所儲存的內容 以及到底有哪些函數 它去操作過這樣的暫存器 那為了去設計這個方法 其實我們有自己定義了一個 資料型態 它叫做RegisterObject 這個RegisterObject 主要會存三個內容 分別是RegisterName 就是它可能是V7 可能是V8 V9 那RegisterValue 就是它會記錄 這個暫存器所儲存的內容 那它有可能是一個 也可能是一個 函數回傳的結果 那第三個 就是UseByWhichFunction 它會去記錄說 這個暫存器 曾經被哪些 函數所使用過 當我們要把內容填到 UseByWhichFunction的時候 我們會去將每一個暫存器 的內容展開 可以看到中間這一欄 它原本從V8跟V3 會展開成可能是一個 自串跟另外一個 函數的回傳結果去串接 那以這個二一層式 例子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將UseLocation 跟GateLocation的內容 做一個自串的合併 那在第三個V7的部分 我們就把原本V7的這一行內容 然後放到這裡 所以我們就可以確定說 GateLocation它是先被呼叫的 接著它會作為參數 被sendSNS所執行 所以從 所以從 UseByWhichFunction 我們就可以確定到說 這兩個API 它們是有操作同一個 暫存器 那在掃描完我們這整個 所有的程式碼指令之後 我們會產生許多的 RegisterObject 那這些 RegisterObject 我們會去建立一個 類似 Hashtable的一個表格 那因為這些暫存器 它在執行的時候 可能會重複使用 所以你會看到說 RegisterObject 它可能會有一個 也可能會有多個 那例如V4來講的話 V4它有三個 RegisterObject 那就代表說 它在這個程式執行的時候 它總共被使用了三次 那當我們去建立完 這整個 RegisterObject Table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我們去記錄了所有 變數 它在記憶體裡面 曾經的歷史記錄 那最後 我們會去透過 檢查每一個 RegisterObject Table裡面的內容 去查看說 到底它有沒有去使用 這兩個API 有沒有操作同一個暫存器 然後來達到我們 第五階段的檢查 那接著呢 我們會透過 Quack Engine 來實際分析兩個真實的 二階層式樣本 那這個部分呢 我會交給昆裕 來到我們介紹 好 那這個地方呢 我來幫大家介紹 我們怎麼用 垮科引擎來分析 兩支二階層式 在這裡呢 我們準備了兩種不同的二階層式 一種是有經過混淆的 那另外一種就是沒有混淆的 那從裡面呢 每一支的二階層式呢 我們都會去找到 用我們的那個 我們其實有detection rule 就是一條又一條的罪 然後我們會去展示 我們是怎麼去分析的 好 那第一支二階層式呢 它其實是沒有經過混淆的 那我們的detection rule是什麼呢 我們去detect 這個二階層式呢 是否有透過sms 把你的簡訊 把你的用簡訊 把你的地理位置送出去 好 那這一個其實就是我們跑出來的分析報告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有五個階段 就是我們剛剛列的這所有的五個階段 五個階段呢 下面都有一些 它下面其實就是證據的啦 好 那其實對我們來說 這個detection report 如果今天我們看的對象是 二階層式分析師的話 其實呢 我們要倒著看 也就是說我們從第五階段看回去 所以你看到第五階段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mutual parent function send message 好 所以呢我們今天呢 就從send message開始找 然後從send message開始找呢 我們如果在剛剛對應到回去剛剛那個report的話 你會發現到在第四個階段 裡面呢 它分別是在 分別會有那個什麼 get location 跟send sms 這兩個function 裡面會包著 我們剛剛講到的 key 關鍵的native API的 這個裡面 native API會包在裡面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裡面呢 它會先去做什麼 get location 然後呢 get location完出來的結果呢 它再透過send sms 把它送出去 好 那我們再往下再鑽一層 我們再看看說 這個裡面在幹什麼 我們來看看 get location裡面在幹嘛 你看喔 get location的上面那一個 它其實就是呼叫 native API get cell location 就是這一個 呼叫這一個 它就可以取得你的地理資訊 然後你再看到說最下面 它其實就是把你的 這個location的資訊 把它to string 然後再return 好 另外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剛剛有另外一個 叫做send sms 因為它取得location資訊 之後呢 它就是透過send sms 送出去 那我們再 鑽進去send sms裡面去看 你可以發現到說 它其實就是把 你裡面的東西呢 透過native API send text message 再送出去 好 所以呢其實剛剛這樣就展示了一個 非常簡單的 其實呢 我們那個報告啊 我們可以說是21城市分析師的 這個google map 那其實呢 剛剛那個報告啊 其實我們後來有在優化了一半 現在這個版本呢 有放在我們的 那張圖有放在我們的 那張圖有放在我們的 GitHub上面 會畫出很自動化 畫出call graph出來 它先呼叫哪一個 然後它呼叫了什麼 然後最後它的parent function是什麼 然後它要了哪些call graph 甚至之後呢 我們會連 他們操作哪些register object 我們通通都會列出來 好 那這是第二個樣本 第二個樣本就是經過混淆的 也就是說 駭客他不想讓你看到 他到底是怎麼加 到底是怎麼做的 所以他亂命名他的那些function 那這個是要找什麼呢 我們的rure就是會去找說 他是不是有進行你的熱點的這個 這個 Hotspot detection 有沒有去做這件事情 好 所以呢 比如說他就會去收集你的這個 active network info 還有你的這個地點 然後你這個地點 然後他有哪些Wi-Fi資訊 他通通把你收集下來 打一包送出去 好 好 一樣是這個report 一樣 我們倒著看 所以呢我們先挑A 就是第一個 那個p.a這個 我們轉進來看p.a之後 我們就發現到說 在am.a跟f.f裡面 其實他就包著兩個native的API 好 然後呢其中呢在這個上面這個 ap.a的時候呢 他其實他就去收集你的 active network info 然後下面呢他就收集你的location 你的cell phone的location 我們轉進來看呢 我們發現呢 確實是如此 好 他去收集你的network info 然後return你的Wi-Fi 然後呢f.f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呢 他是先去取得你的地理位置資訊 然後再經過一些字串處理 最後return那個stream 好 那處理完之後呢 他們通通都被am.a包住 這時候我們再仔細一看 我們發現到他背後 都有一個叫做什麼 byte array output stream 這什麼意思 就表示說他們會把這兩個資訊呢 同時寫到一個檔案裡面去 好 這就表示說我們證明了 他們把這些東西收集起來之後呢 存在一個地方 然後可能再透過其他的東西 送出去 好 好 那剛剛就簡單的展示了 我們兩個的分析案例 好 接下來呢就是這個 未來的工作啦 未來工作很多啊 我們想要增加更多的路 好 還有一些進階的一些分析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大家看簡報都知道 但我比較想要分享的是這個 這個 這其實是那個 矽谷的一個 white combinator 加速記長們的話 他說 we work at the limit of our tools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其實我們今天在做的事情 很多時候它的極限 都取決在我們使用的工具 好 他說呢 when new tools come along new things are possible 那 當你有新的工具 那你可以看到更多 比如說你用更高倍的顯微鏡 那你可以探索的就更多 那我們做夸克引擎呢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可以幫助大家看到更多 好 所以當時候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非常有感覺 好 謝謝 這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那我們有twitter 然後我們會在上面放我們所有的最新的資訊 還有下面就是我們的GitHub的帳號 謝謝大家